军机飞过人员依序跳下 打开降落伞在水上顺利降落 15号清晨6点 陆军特种地形跳伞训练班 在屏东东港大鹏湾国家风景区 举办特种地形跳伞训练 不同于陆地而是在水域进行跳伞 参与的训员人数有27人 使用的军机是C130运输机 而空跳高度有1250英尺 分为5波次 每波次5到6人降落相当壮观 而选在水域的目的是在于提升作战的灵活性 尤其是在敌方高征搜的压力之下 强化多机型载具的跳伞能力 应对未来可能的战争场景 确保面对不同威胁时 部队能够迅速反应并完成任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